好,今天我向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这个磨盘 这是一段的境界的 今天做什么呢? 就是我们要测试一下磨盘的硬度 这是我们要磨的那个石子 大家看一下,都是很硬的 比较很硬的石子 这个硬度是很高的,这种 好,我先把磨盘拿出来 好,我们先拿两副磨盘 来看一下 这是新磨盘,意大利拿过来的 好,我先把刀装上 我们先把刀装上 好,再放入 好,要先把刀装上 好,要免得了 好,踩在哪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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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上面包装好 那我们再装下面 装之前要调试一下平衡度 把它稍微转动一圈 调试它的平衡 调试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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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先调试刀 调试好了 我们再磨 调试它 我们把漏斗放上来 调试它 那我们先看一下 打开机器 打开机器 我们来测试一下 这个机器磨盘 还有磨的石子 速度 调试它 调试它 稍微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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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一点 调到7.5 那我们开机器磨盖子 那我们开机器磨盖 那我们开机器磨盖 下机器磨盖子 好 现在磨完 好 我们关掉 首先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磨盘 有没有就是石子磨过之后 有没有缺口 有没有损伤 我们先把它擦干净 吹干净 再拿布擦拭一下 好 看一下这个磨盘 大家可以看一下 给它新的再对比一下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缺口 跟它新的磨盘没有多大区别 一点缺口都没有的 大家可以展示看一下 里面也看一下 好 那我们再看看那个粉 磨出这个粉 大家可以看一下 磨出这个粉 那个粉是很均匀 很细的 好 那这次展示就在这里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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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